欢迎订阅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这几天台湾的天气状况来说的话呢 会有些小小的改变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明天的天气状况来说的话呢 去年方面还是持续比较严热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加补充水分了 再来就是我们的太平洋高压 这时候是比较减弱的 所以中午过后在山区的部分 容易会有些午后日对流发展起来 就容易会有些雷震的情形 像是在今天平地地区都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所以明天大家外出的话呢 就要记得攜带雨具再出门了 那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在台风动态来说的话呢 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来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 礼拜天开始呢第10号台风 莲花台风呢 到了礼拜天的走向会开始逐渐转北前景 到了下周开始会越来越靠近台湾来 这时候呢台湾的天气状况 就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一点 尤其是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还有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再来就是到了夏天了嘛 大家都会想要到海边去玩 只不过呢这时候受到我们的台风影响 在沿海地区呢就容易会有些长浪出现 所以呢要从事海上活动的朋友们 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雨的状况可以看见 今年第10号台风 莲花台风这时候是停留在我们的 旅宋岛的东边海面上面 那到了下周开始呢 就会开始逐渐转北方向前进 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来 它的外围水汽呢 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还有西南部地区的 所以呢这几个地方 在下周开始外出的话呢 就要记得西带雨具再出门 那沿海地区呢就要特别注意 是在海浪方面呢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从事海上活动的话呢 就要特别注意了 那再来看到的是呢 下周开始莲花的台风走向呢 是不是还是持续地朝北前进的话呢 还是有待影响的哦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在季9号台风 苍虹台风呢 它们两个是不是会互相影响 是到了下周开始 才是最关键的时候 会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莲花台风的强度 或是走向都是有机会的 所以下周开始的话呢 大家还是多加留一下台风的动态了 那今年的第10号台风 南卡台风呢 目前来看到的话呢 还是离台湾有相当远的距离哦 所以暂时对台湾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大家不必太担心 好那我们再来关心的是 明天的降雨情况来说的话呢 有主要的降雨地区是集中在我们的东南部地区 会有些零零星星的震雨 再来就是我们的中部地区 还有北部地区的山区部分 会有些午后雷震的情况 那其间各地区来说的话呢 都还算是稳定的 那高温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中部以北地区来到了31到35度左右 中南部则来到了33到35度 所以这样的天气来说的话呢 都还是比较延了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加补充水分了 穿着上呢 也要特别注意一下通风 避免有中暑的情况发生哦 那再来是我们的低温方面 北部地区来到了26到27度 中南部则来到了25到29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下次见